人们突然惊恐地发现 一头似熊飞熊的巨大怪兽 正常着 害怕怪兽会吃掉自己 所有人慌忙躲躺 但下一秒 怪物并没有展开攻击 而是静止走到他们的食物旁 在一番大快躲一后 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人们被眼前一目惊得不知所措 纷纷好奇这个不吃人爱吃罐头的怪物是什么东西 可这时小黑却突然兴奋起来 原来他认出怪兽叫大帝兰 是一种已经裂绝万年的史前生物 可为何他会出现在他们这些现代人眼前 小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之前城市突然出现万米深坑 导致他和大家掉了进去 进入了深坑底部的绿光中 而正是那道绿光让他们穿越到了史前时代 可人们根本不相信小黑的话 觉得他在胡扯 就在这时金姐站了出来 他告诉众人小黑的猜测是真的 因为昨天他去找药品时 曾遭遇了一只史前建设的水上 最后侥幸逃生 金姐的话无疑给众人浇了盆冷水 眼下他们进来的那道绿光在天上 而他们没有飞机 是注定无法回到现代世界了 可没想到晚上就在众人悲伤时 绿光却突然有了动静 在人们紧张的注视中 一辆飞机竟从绿光中飞了出来 然后朝远方落去 众人非常激动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回去的唯一机会 于是第二天一早 众人就根据飞机坠落的方向找了过去 快接近飞机时 几人发现了飞行员逃生时留下的降落死 可飞行员却不见踪迹 以为飞行员不幸运寒 就在众人心情沉重时 一旁的树林中传来了枪声 下一秒飞行员走了出来 看着飞行员没有受伤 大家都很开心 但飞行员酷奇却告诉了他们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飞机在穿过绿光时 右侧发动机遭到了损坏 只有更换发动机飞机才能重新起飞 但凭借他们的能力 显然是造不出这种发动机的 众人的心情再次跌落谷底 他们拿走了飞机上的食物 就准备返回营地 却不料之时 酷奇突然发现飞机雷达侦测到 距离飞机五公里处有信号 或许对方能帮助他们修好发动机 一行人立刻赶了过去 却没想到 目的地竟是一个原始部落 但这里却没人看守 小黑推测人们可能出去狩猎了 酷奇要大家抓紧时间分开搜寻 找到发射信号的人 但不管有没有捷补 二十分钟后都必须会合 众人当即行动了起来 金姐和酷奇进入了一个房间 却惊恐地发现 地上竟有一具现代人的尸体 金姐正惊恐时 酷奇却淡定地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照片 而地上的尸体正是照片中合照的人之一 金姐很疑惑 酷奇这才说 自己此次来 不单是为了救金姐等人 在金姐他们掉落深坑之前 沙漠里就出现过一个深坑 军方曾派出了七人前往探查 而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之一 紧接着 酷奇在尸体身上搜出了一个无线通讯器 而这就是雷达侦测到的信号来源 眼下搜寻有了结果 担心部落里的人随时会回来 几人不愿意继续待下去 他们回到了营地 其他人得知飞机损坏后 都非常伤心 彻底失去了回到现代世界的希望 可酷奇却不甘心 因为眼下只发现了一人 另外六人说不定会有修复飞机的办法 他开始不断对着得来的通讯器呼救 周围的人劝他别白费力气 可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通讯器里竟真的传来了回忆 对方名叫戴安娜是七人小队成人之一 酷奇将自己飞机发动机损坏的消息告诉他 没想到 戴安娜竟说自己没修 他要酷奇去找他 众人再次燃起回到现代世界的希望 而根据戴安娜给的地址 菁姐和酷奇第二天找到了他 戴安娜告诉两人 目前他们小队只剩下了他自私 但好在他们飞机坠落后 发动机还完好无损 眼下只要将他们的发动机换到酷奇飞机上 他们就能回到现代社会 所有人都很开心 而与此同时现代世界 菁姐丈夫捷克突然收到报告 深坑附近突然出现了一个飞机残骸 而之前该地空无一物 捷克赶紧来到现场 他通过残骸上的标志一眼就认出 残骸正是酷奇的飞机